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没有准备礼物 但不知道是谁送来了 上帝之手 周大也不懂得抓滚 但我周大也知道 你要是不是快点睁大眼睛 打起精神的话 还没有抓到上帝之手 你就要拍拍屁股滚蛋了 那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莉莉肯定有问题 准备见面会的礼物 是她早就该告诉你 你只能忘了 我抽死她 她忘了 这是连个清洁工作知道的事情 那莉莉原本就是朱莉的朱莉 你小心她 吃里扒外 跟朱莉一起搞你 朱莉 不是去夏威夷度假了吗 相信怨 就跟相信人民并一样 Cherry 拜拜 朱莉 找我什么什么 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准备礼物的事 您是执行创业总监 提醒您送礼物 应该是您助理莉莉的工作 还没告诉您吗 别老捏捏您的 我们 我们是您的下属 对您有礼貌是应该的 这是狼雅创办六十年以来 不变的规则 别人都是跟我这儿装熟 你倒好跟我这儿装不熟 那天晚上的事你忘了 我本来是一打酱油的 验生生被你们抓来 做满汉全席 好歹我们也是同一套 战壕的战友吧 再创一步 我就认识你一个人 是你教会我 怎样度过公关危机第一课的 你是我心中最理想的职业女性 年轻但老练 职业但有品位 成功但要懂生活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 跟上下集还有一些不同吧 Cherry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什么危机公关 你明明就是给我们一个 非常好的创意 让品牌的知名度和关注度 都大幅度上升 至于您说的那天晚上 是指活动的那天晚上吗 活动成功结束之后 我就回家了 那我怎么进狼雅公关的 您是被招聘进来的 Cherry 顺便问一句 见面会上 你拿着一个标策 就跑出去了 所有的总监都非常好奇 您去哪儿了 不是 你这时候 就会找到 这种子 这个人 这个人 我怎么在哪儿 你这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去看一下您的公寓吧 这就是这间公寓 Terry 你看一下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记一下 公司会请人重新为你改装 这么大的房间晚上我一个人住 够剩人的 什么 自说怕晚上一个人住会闹鬼 我去陪你搭杯咖啡 阿回头就告诉你 身为狼牙的创意总监 师生委调检点 不要在这大房子里乱搞 因为媒体都是盯着你的 但是如果你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 没关系 公司会有人帮你遮羞遮丑的 你说什么 我说如果你私生活不检点 或者有什么特殊疲好的话 大点声 我说如果你私生活不检点 或者有什么特殊疲好的话 没关系 公司会帮你摆平媒体 对不起啊 我个头发 这还你 您的咖啡 Cherry 这是公司给您的幸运卡 服饰餐饮都可以刷这张卡 只要记得开好发票 走吧 我带你上楼上参观一下 走 你啊 Cherry 没有了 我去过电驴机就可以了 我还等着 看你跳舞 我现在有车 有房 感觉像脏 只是不知道你这个梦 能够做几天 噩梦呢 只要短一点 好梦 只要长一点 趁梦着 反正呢 梦是一定会醒的 这个卡能用吗 小莱 八个小时以外不去公司了 有小柔 给笑笑 这就对了嘛 有小柔 给笑笑 你应该不及我的吧 怎么会 我们80后不是就想过那种 能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日子吗 能够不为五斗米折腰 今天晚上我买单 公司报销 漂亮 就是要卡公司的一个 告诉你啊 我们俩虽然现在可以这样 但是不代表我们在公司 有特殊关系 尤其是在其他总监面前 因为你毕竟是名义上的 实行创意总监 名义上的 谁都知道 朱莉也早晚是要回来的 这是我们大客户雷川今年的新款 公关目标很高 所以需要您过目一下 按照原定计划 我们需要给他们拍摄一组广告大片 我们会安排一个B类公关公司 进行承办 这是广告大片的方案 您看一下 你怎么用这个腔调了 在公司是有规定的 我说过 私底下我们可以一起吃饭 一起做朋友 但是在公司里 你就是我的上司 我们的创意是表达这样一个故事 宇航员找到月球 从玉兔那里拿回 嫦娥用的洗发水原液 也就是这一次 客户要主推的汉方品牌 朱莉也是看过这个方案的 她表示同意 但是还没等签字就走人了 不好意思 这个电话 喂 你好 什么 出大事了 陆星公关要跟我们打官司 你大双子读出来吧 谢谢 至朗雅公关 中国第一分公司 涉嫌抄袭 我公司05年的作品 冲天计划 故本律师特发此函 提醒贵公司 已经构成侵权行为 为免宿类 请贵公司 务必再收到本寒之日起 七日内与我公司联系 诺姓公关 你从来不知道 诺姓公关做过这个创意吗 可我在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 朱莉也就已经同一次换案子创意了 但你前的字 朱莉已经离开了 现在你是知性创意中间 你要负全部的责任 小柔 你不知道诺姓拍过那个大片吗 知道啊 内容 气质 画面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主题是登月 他们的主题是超人 两个案子放在一起 看不出来任何关联 唯一的关联就是 我们用的是飞天 他们也是中天 发生个咨询过律师了 说如果打官司 我们还是有输入的风险 你是希望我承担责任是吗 OK的没问题 你是上司 我是下属 难怪你总念到这儿 人要是不犯错就不可爱了 原来是这个意思 人要是犯了错 人要是犯了错 都可以帮你顶罪了吗 白单 我跟福尔克说的是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全都是我的责任 信不信由你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真的没有抄袭 你信吗 我信 你信我吗 李小小 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肯为下属承担责任的老子 大家知道那是没有用的 整件事情起不到任何作用 案子是朱莉丁下来的 出了问题也要依靠朱莉 你只是虚占其位罢了 我们完成案子不需要你的帮助 现在案子出了问题我也依靠不了你 所以及时醒了 趁俊烈还没回来 把你手上的卡 多吃几段饭 多买几张衣服 现在 你是我的朋友了 等等 现在 现在确认有同意的案子 就一定有余案 我想应该在你的资料库里 你看 这是编号四 这是编号六 编号五的文件拿去 这是我中的 拿走怎么可以了吧 再见了 编号五的文件就是余案 一定没朱莉丁拿走的 可她现在在夏威夷 没错 但就算她在这儿她也不会给你的 你不觉得是故意的吗 除了撤销所有相关主题的广告 活动大篇之外 没有别的选择 你清楚我也清楚 我们的大篇创意和你们05年的大篇创意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你要问律师去 一定还有可以谈的 我听说过你 逆军突起的公关界传奇 非常知人行非常知识 我谈个条件 也许你会考虑 你说什么条件 你们把与月上杂志明年的合作权 让给我 不行 绝对不行 你们已经和五家最顶级的平面媒体 有战略合作关系 难道还在乎这一家 给你们的内部消息 月上杂志财政困难 你们所给他们的业务量不大 根本为不 就算你们不同意 明年他们也会主动和你们解除合作关系 我们已经和他们接触过 他们愿意 我们和他们有协议 不经过我们的同意 他们没有权利单方面解除这个关系 说句实话吧 其实那个诉讼呢 就是扯淡 如果你们同意把月上杂志明年的合作权 让给我们吧 我立刻撤销诉讼 不行 这里我说的算 对不起 洗手间 你停着 这种高级回忆论不到你说话 可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 你根本不懂 月上只不过是一家B类的平面媒体 如果没有它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如果诺信起诉我们 我们就要撤掉所有的活动广告大片 还要赔偿一大笔的侵权费用 我懂专业知识 你根本都还没有入门呢 我是狼雅公关的执行创意总监 好吧 你知道狼雅公关在中国里租的根基是什么吗 我们是跟所有的A-grade companies 是战略的关系 我们是帮在一起的 没有新的公司能查进来 月上杂志不算什么 但是你今天让他出去 他就把我们的连条打断了一块 今天你让月上杂志出去 明天你十家二十家都跟我们分手 好 喂 不好意思 电梯坏了 那边收工一会儿就到 好 教授 我先上去 那又怎么去了 灰头涂脸了 你不是一害怕就握我手指了吗 谁害怕了 我看到Julie回来了 她去了十六成 谁让你告诉我这些的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整天游手好闲 东游西逛 不守规矩得撞主管 狼雅公关怎么会 容得下你这样的心结工 放手 狼雅为什么能容得下我 那这个问题呢 你得问我的主管啊 或者是我的主管的主管 那至于为什么要告诉你Julie的事情呢 因为现在整通大楼都在讨论一个 叫吕潇潇的傻瓜 好 她刚替兰养背了个黑锅 马上又因为屁股被踢走了 你认识这个刘晓潇把他去 你 你们谁看到朱丽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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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ry 有人看到朱丽叶回来了 她在哪儿 怎么了 我问你话呢 您叫我 我戴耳机没听见 朱丽叶在哪儿 别管灵灵 是否回来拿几样 我忘记拿东西而已 这里 我发现雷川的卷宗里 有一份编号我的档案 是吗 是吗 密码换了吗 我接近一顾你要换密码 我之前都常常换的 旁人之心不可无望 里面都是核心资料 很多人想得到它 我已经联系好了 您到北京机场 下飞机车就来接你 好的 谢谢 不要 不 您好 总裁 杏总 欧总 我们南亚和你们洛兴 这两个公司 除了平面刊物的出让群 什么都好谈 我们已经做好了 承担一些经济损失的准备 到那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们除了损失一点钱以外 其他的 你什么都得不到 不只是损失一些钱 我总可以得到些什么 可不可以 把电脑上的画面 寄到视频上 让我们的欧总也看看 网上已经有人吵这个事了 我将立即提起诉讼 我们做公关的都知道 不管这起诉讼的结果怎样 公众的心里 只记得一个概念 狼雅公关 抄袭侵权 我们也约了电视媒体 打算对这件事 做一个深度的报道 包括这次会议 现在新闻转播车 就 对 对 对 有没有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你不会回答 让我想想 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认输了 认输不代表服输 对不对 对不对 很冰冷吧 公司正直 温暖 谢谢 办公室里有温暖的 你以前从来没来过这里 是啊 我可不想让人叫马屁精 只要你还是我的老板 我就绝对不会给你断茶 另外 我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你从来没有经验 但是你身上 有一种让我喜欢的气质 飞一口吧 好 嗨 干吗 靠跳舞 我输了 终于害输了 要卷铺盖走人了 不过还挺高兴的 多认识了几位朋友 妈 你们都约好了 一起请我喝茶啊 像我这样的一个清洁工人 请你喝什么 像你这样的一个 过去的总监 又想喝什么 对 直接喝茶 这是 好 好 我 好 Cherry 你来一下 Cherry 这次上帝真正是在帮你 从你拍了那个电视节目之后 你有很多的粉丝 你看 从这儿一直到这儿 他们在说 拉鸟公关利用你 捕捉公关危机的牺牲品 欺骗了大众的舆论 找了一个借口 把你辞退了 过河拆桥 但是媒体 他们惹抄这个事情 你看 你被驴小小了吗 你被Cherry了吗 哇 中国人发明一个新的名词 真的是全世界一流的 驴小小 已经变成了一个动词 不过 我不太相信 这是你做的 如果你真的操作 没有 我只想做一个好的公关创意设计员 我来这里是因为 那我太失望了 如果你真的是操作的话 那我觉得你是个天才 但是你不是 我上大学的时候 读过艾未里的书 他说过 公关关系绝对不能撒谎 和操作舆论 这是错的 人们可以控制 人们可以影响 人们可以影响 这是公关关系 最高的一个理想 也是我们狼哑的理想 你注重你的目标 你注重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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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 你才能达到 我们想要的 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都不是我做的 等等 你爸姐也拿回去 又一个危机公关来了 你不觉得吗 跟我没有关系啊 那为什么 认输 但不等于服输 朱小姐 请问您对车席时间怎么看 朱小姐请您说两句吧 说两句吧 谈谈你的观点 朱小姐 请您说一下谈一下吧 请您说两句吧 请您说两句吧 来 剧船公关公司的传统巨人 朗雅公关出现重大丑闻 有内部消息人士指出 一点太贵的 AA制 AA我也付不起 怎么 Frank的条件 你不答应啊 一个想好了 可别犯 人不犯错就不可爱了 你不跟他们玩这种游戏 你帮我写个推荐信吧 朱雅公关创业总监写的推荐信 很有分量的 我帮你写推荐信 你听说过一个创意总监 帮执行创意总监写推荐信的 来 这个 好的 来 这个 是 谢谢 我请 我就是颗生菜 根本没法跟朱莉叶他们比 你知道吗 你完全不用什么推荐信 哪家公司只要招了你 对自己都是一个最大的宣传 信不信 有多少公关公司都抢着样意呢 我只想做一个好的创意设计员 凭本事吃饭 其实我挺羡慕你的 你不知道我们这些创意总监 处境有多尴尬 我们是不能跳槽的 为什么 知道的太多 如果公司要辞掉你 或者你要跳槽 都要签一份相当严苛的同行协议 代表你以后都不能再做这行了 有很多的大品牌的核心机密 都是和朗雅共光共享的 朗雅甚至可以影响到 他们新产品的开发方向和战略目标 所以如果我们走了 就算是朗雅同意 这些大品牌也是不会同意的 进了朗雅 这一辈子就绑在这儿了 这就是可怕的地方 他们要整理太容易了 不让你走 跟你做个小设计员 我离开是不是对你很有影响呀 谁都知道你对我好 和你做朋友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站错队了 陈总 就诺心促使朗雅执行创业总监 辞职的事情 我们想请您讲两句 这个事情吗 非常复杂啊 我不知道 那您的意思是 朗雅公关完全是 无故辞退旅逅小小马 我没点说 我只是说 跟我们没有关系 好 好 好 那个背影 上帝之手 好 你要吓死我呀 走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呀 胆小鬼 你怎么来了 作为公司委派的天洁工 来照看一下前任创意总监 都收拾好了 你看 这就是我说的那种信封 这些是我这几年来所有收到的 这些都是从蓝亚大楼里发出来的 废话 我都跟你说过了 这是Frank的专用回标 不是不是 你看啊 没有邮票 从蓝亚大楼发出来的所有邮件 都是没有邮票的 可是却有这个邮错 为什么 因为根本不需要邮票 并游去每个乐队跟蓝亚的收拔布去解释上 明白吗 走吧 你要搬去哪儿 我用电驴子载你成吗 可是他为什么要祝贺我呢 他祝贺你 认识我卓大爷 你 你除了打击讽刺我以外 就上我当面出场 再没别的了 说实话 我还真的不太相信你的故事 你又没有一个亿万疯的老爹 或精神病态老妈这个亲戚 那你看你 也没什么特别的 别人凭什么花那么大的倦来算计你 可这是事实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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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如果我要走了 也得滚蛋 什么都不是 不 我即使 不做区域总经理 我一样也是 狼牙公关大董事 这是世袭的 我告诉你 我还是不信任你 我不喜欢你 甚至讨厌你 because you're too lucky it's not about luck 你运气太好了 但是公关关系 不是靠运气的 一个星期一天 你什么都不是 根本没有资格 进来我们办公室 跟我说话 本来 你应该跟这样的人 在一起 我告诉你 如果你选择留下来 我会严格的压迫你 顶记你的每一个细节 和小毛病 制作 一切所有的机会 把你赶走 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 人不犯错 就不可爱了 就是在你 乔达办公室里面说的 那我现在问问你 你是做正确的选择 离开呢 还是犯错误的 留在这里 跟我斗争 看看 你续服人还真有一趟 我知道 你们底下 是叫我空空小姐 你现在知道了吧 仅仅会飞北京 可当不了区域总经理 来 这是你的合约 陈黄泽给我送回来 还有 我是认真的 我会盯紧你的每一个事务 张克 我答应你 但并不是因为 你刚才的那番话 那为什么呢 我想留线来继续寻找上帝之手 来到印度这方佛国乐图 寻求让众师败乎的大智慧 帮忙楼上 卓大爷 帮忙楼上 莫逼我做苦力 请我吃饭 新千年的曙光 再度缺起于十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這是你第二次決定留下來的 而且這一次是你自己決定的 怎麼了 搞得我跟犯錯了一樣 那你以後不准再握我的手指 也不准再說害怕 我好害怕呀 我又回來了 認輸但不等於服輸 Cherry 上午有一個您必須參加的約會 好我知道了 恭喜你啊 謝謝 既然報復原職 那我看一下我出門報告吧 我想有個助理 作為流程部總監 我應該有個助理 喝一口吧 我怕的 這麼快就學會打關槍了 一杯茶就換個助理啊 好 我們的Cherry也不知道去了哪裡 負責品牌的創意總監 正好也去了法國的技術中心 姚總來了連個商戶的人都沒有 姚總你好 這位是我們集團的客戶總監 宋嘉祥 你好 我在等Cherry 當然 參與一會兒就到 我們先聊聊 我們是戰略合作夥伴 這邊的環境都不錯的 他們都已經到了 左邊那個是卡納迪的常總 中間那個是萊斯利的杜總 右邊那個是蕾斯林的張總 全部都是我們的客戶 時尚界品牌大佬 每周三都會在這裡 進行一次同行聚會 作為狼雅公關的執行創意總監 你以後也得每次都參加 非常卡通的 間三人 掌握 成員 坑 禁止 習慣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